全球前景面临的三大主要风险 摘要 我们不排除其中一些较小的美国银行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 但预计较大的银行能够渡过难关 如果政府关门和违约看起来很可能 那么对金融市场、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因为在最近的银行业倒闭之后 市场情绪已经很脆弱 欧洲市场仍存在结构性缺气 需要破坏需求来平衡市场 风险一 美国银行业问题扩大至多家新机构 我们的基本案例 许多美国地区性银行的大量存款不稳定 导致四家中型银行倒闭 加息对这些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显着影响 及其庞大的无保险存款基础 使他们容易受到快速和大量存款外流的影响 社交媒体和移动银行的便利性 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 美国大型银行在整个危机期间保持稳定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稳定存款是该行业担忧消退的关键 从长远来看 美国存款担保计划的潜在变化 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尽管这会给整个行业带来成本 而且不太可能是快速解决方案 我们不排除其中一些较小的美国银行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 但预计较大的银行能够渡过难关 欧洲银行业仍然资本充足 并且由于严格的流动性规则 可以利用现有的缓冲来承受大量存款外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银行业联盟尚未最终确定 这一事实目前可能有所帮助 我们预计欧洲大型银行不会出现重大流动性事件 风险情景及其结果 美国银行问题的起因是 为投保的储户对区域性银行的信心迅速丧失 如果信心的丧失迅速蔓延并影响到更多机构 可能会导致多家银行同时努力吸收存款外流 这可能会引发对系统蔓延的担忧 并进一步加剧存款的不稳定性 为数家规模较小的银行 同时寻找资产买家 以保护储户和运营连续性可能会带来挑战 在最坏的情况下 几家较小的代方最终会被较大的代方吸收 然而 倒闭的银行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额外风险 最终可能导致大型收购方的信用状况比预期更弱 如果问题足够严重 他们可能会对大型收单银行的稳定性构成风险 如果市场质疑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性的更大范围 那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市场动荡 更广泛的经济影响 进一步的银行业压力将进一步收紧 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的贷款标准 历史表明 这几乎总是伴随着失业率的急剧上升 并将加深我们已经预料到的衰退 虽然不确定疫情是否会直接蔓延到欧洲 但美国经济衰退的前景将不可避免的 对海外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 中央银行已经能够将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工具分开 但如果发生这种压力 最终将由更高的利率来承担 这种情况可能预示着美国和欧洲将更早 更积极的降息 风险二 美国未能解除债务上限 引发违约 我们的基本案例 政客们明白并认识到 违约可能造成的经济和金融损失 政府工作人员和债权人 可能对是否能得到报酬感到有些紧张 但双方都会做出让步 及时提高债务上限 风险情景及其结果 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批准了一项提高上限的方案 但这涉及大幅削减政府开支 而参议院民主党人甚至拒绝考虑这一点 他们和白宫希望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提高上限 而共和党人不会接受 考虑到所涉及的人物及其根深蒂固的立场 顺利和快速的交易 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担心 只有在经济和金融市场承受巨大压力后 才会引发主要参与者的退缩 包括政府关门和可能违约 更广泛的经济市场影响 如果政府关门和违约看起来很可能 那么在市场情绪因最近的银行业倒闭 而变得脆弱之际 对金融市场 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仅一种债券的违约或其重大威胁将导致评级机构下调美国国债的评级 以任何方式受惠于美国的所有金融产品也将面临降级的重大风险 美元将受到影响 风险资产将承受巨大压力 风险三 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 我们的基本案例 比往常更充实的欧洲储气库意味着欧盟进入明年冬天时处于有利地位 目前存储已满60%以上 而去年同期约为36% 假设冬天是正常的 明年这个时候储存量应该与五年平均水平大致一致 我们预计TTF天然气在今年第四季度的平均价格为60欧元MWH 2024年前三个月为65欧元MWH 风险情景及其结果 欧洲市场仍存在结构性缺气 需要破坏需求来平衡市场 2023-24冬季的供暖季节比往常更冷 俄罗斯剩余管道流量的切断将使市场收紧 并将价格推高至120欧元MWH 10以上 然而 较高的存储水平起点 TTF价格上限以及自愿削减需求成为强制性的可能性 阻止了价格回到2022年的高位 更广泛的经济影响 今年冬天的经验表明 经济可以承受更高的油价 即使这种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 明年冬天也可能恰逢全球增长放缓和企业利润收紧的时期 欧洲总体通胀率保持较高水平的时间更长 但基于天然气价格远低于2022年的高位 我们仍可能看到年底CPI远低于当前水平 然而 事实证明 天然气价格是导致更高的服务通胀和更高的工资结算的重要因素 这可能意味着欧洲核心CPI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 滞涨将成为游戏的名称 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将难以采取比我们的基本情况高得多的利率 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推迟欧洲首次降息的日期 扩大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之间的潜在分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